第478章 斩妖除魔吧 睡了一觉欠了燕青青两百万 韩千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米饭呆呆地看着燕青青 忘记了咀嚼 我啥时候欠你两百万了 不是燕青青你好意思 我说我欠你钱 去年年底你和高旅行没拿分红 我知道你手里没多少钱 但是今年的分红你那辆猛琴都装不下 你说我欠你钱 你没事学温暖干吗 他能说让我和你生个孩子 让你安心在家带孩子别去烦他 这种话你能说得出来 燕青青眼神错愕地看着韩千 身子后仰 眼神慢慢变得嫌弃 一惹他的脑子果然不太好用 我这也不是想着你欠我的 还不清之前就不会离开我吗 韩千转过头继续吃饭 边吃边到 你把钱转给魏天成了 燕青青站起身走到韩千身边 刚准备坐在茶几上 翘臀被韩千用后背拍了一下 沉声道 不嫌脏 燕青青乖乖坐在韩千身边 小声道 昨晚刘光明给我打电话 说这个钱一定要还给魏天成 他原本想帮你还 但是你对他似乎有什么误解 就苦口婆心地劝我来了 我想着两百万也不多 我男人这点钱还不需要去欠 韩千 你看着我 我就没有这盘韭菜炒鸡蛋香 韩千转头 看了一眼燕青青 随后低头大口八饭 含含糊糊的敷衍 香香香 你可香了 话音刚落 燕青青办公室的门被粗暴地推开 看着冲进来的人 燕青青拍案而起 蔡青虎你能不能有点素质 赶来的蔡青虎不理会燕青青的怒吓 小跑到韩千身前 大胆地骑在韩千的腿上 夺走他手里的饭碗 看着脑门心疼道 相公 我听说你被打了 昨晚就想来找你 但又想想还没帮你出气 那几个小崽子全部给我扔了进去 我告诉他们的家长了 我代表我相公的媳妇拒绝赔偿 打了我相公都别想好过 相公你担心死我了 蔡青虎的手按着韩千的脑袋 而韩千挣扎着想要去拿饭碗 他是真的很饿 蔡娘子的烈焰 红唇对着韩千的额头落下 随后发下触感不同 抬起头发现燕青青的手背地 按在韩千的脑门 蔡青虎转头脆了一口 燕青青嫌弃地擦着手背 鼻道 蔡青虎 你能不能注意注意场合 虽然说现在韩千是单身 但是他现在在我的办公室 是属于我的 你马上滚蛋 蔡青虎怒视燕青青 随后突然变了面容 展颜一笑 我和相公在酒店睡过 燕青青不患不忙地站起身 走到办公桌前 拿出一个小药片扔进嘴里 淡笑道 韩千 我先把药吃了 下次你要带套 话出 蔡青虎的眼神中崩发出杀气 缓缓站起身走向蔡青虎 一字一顿道 你 躲 走 嗯 燕青青 轻眯着眼 双手放在小腹 眯眼道 你说我会不会怀孕啊 话音落 蔡青虎直接扑向了燕青青 双手掐着他的脖子用力摇晃 这回韩千时再是没心情 看他们俩耍流氓 无力道 你们俩能不能别闹了 我上午在休息室补觉 和青虎在酒店一个房间两张床 青虎 落父那边不追究了 蔡青虎放开燕青青 转头道 谁 落父 他还敢追究 我上午去畅想那边了 温暖似乎知道了这件事情 正在找关系调查 我也去告诉了那个落神 如果说让我查到这几个小崽子 和落父有关系 他就是有通天的手腕 也保不住他弟弟 昨晚出事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就这么赔了两百万 这点恰不多 可咱们憋屈啊 两百万 这点恰不多 听这大姐的意思是 真的没瞧得起这两百万啊 寒前端起碗吃饭的时候 看着盘子里面都是钞票 他后悔了 昨天怎么没给蔡青虎打电话呢 随后想想这个电话也打不了 燕青青捂着脖子在桌子下面 摸出了棒球棍 蔡青虎看都不看燕青青 淡淡道 我带枪了 燕青青微微一愣 随后蔡青虎转头看向燕青青迷眼道 你对我动手算喜景 燕青青放下棒球棍对着蔡青虎怒道 那你对我动手算什么 嗯 斩妖除魔吧 扑 好一个斩妖除魔 寒前没忍住笑出了声音 燕青青对蔡青虎没有任何办法 气得跺脚 但蔡青虎那温暖没办法 而温暖拿蔡青虎没办法 吃过了饭 寒前伸了个懒腰躺在沙发上 没过多大一会 小杨家进来收拾碗筷了 出门的时候 看了一眼站在办公桌边上的两个女人 不由地打了个冷馋 小跑着离开 燕青青被气得脸色铁青 冷哼一声不再搭理蔡青虎开始工作 蔡青虎则是轻声问燕青青 帮寒前还钱了没 温暖那边也想知道 燕青青烦躁的挥手 等你们还钱人都死了 上坟烧去 蔡青虎你离我远点 我看你就烦 当你光了 好像挡了 哎 我也想娇俏玲珑 小巧依人啊 燕青青你帮我完成这个心愿吧 滚滚滚滚滚 蔡青虎你给我滚 现在只要是这三个女人见面 那就是战争 韩谦都懒得去劝了 他开口就会有送命题出现 例如温暖的那个谁掉水里 韩谦还在想着 林梦德这个家伙的目的是什么 想着想着 这家伙睡着了 再一次醒来 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 头下枕着的一双美腿 韩谦伸了个懒腰 闭着眼喊道 季大妈 我手机呢 哼 韩谦一愣 声音不对 不是寂静 也不是蔡青虎和燕青青 韩谦猛然坐起身 看着坐在沙发上的怪物 童谣 韩谦连忙站起身 急切道 你你你你你 你怎么在这儿 童谣瞪着韩谦 咬着后曹牙不说话 这时候 蔡青虎把手机递给韩谦 坏笑道 人家童谣 试过来还验总前的 刚在沙发休息 你很自然地枕在人家的腿上 童老师可是两个小时一动没动了 相公啊 童老师的腿香不香 哎呀 童谣娇羞地喊了一声就要起身 刚起身就跌倒在了沙发上 韩谦这个家伙太能睡了 这一觉睡了两个多小时 童谣两个小时一动没动 韩谦带着迷茫接通了电话 嗯 哪位 韩绍 是我 晚上有时间来家里坐坐 有些事情 我想韩绍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魏董客气了 我一会过去就是了 韩绍要带哪位姑娘过来 我让妙妙提前准备喜欢吃的菜 韩谦扫了一眼办公室里的几个姑娘 随后笑道 我自己过去就好 别劳烦妙妙了 家常便饭就好 那就依韩绍的 家常便饭 挂了电话 韩谦连忙举起双手 不是不带你们 我总感觉魏天诚有问题 你们的电话都开机 我不一定会打给谁 我希望你们能第一时间去接我 那个啥 我先走了 童怪 童老师的腿有点 硌得慌 他太瘦了 童谣大怒 韩谦落荒而逃 本章结束 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 请给我个关注 点赞 收藏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